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安 早安 最近凌凉皮皮臭阿嬷 快来一碗泰式酸辣虾汤 保证让你 哈哈哈哈 食材有 炒虾 蛤蜊 香茅 干柠檬叶 南姜 炒菇 小番茄 泰式酸辣汤酱 椰糖 檸檬 鱼露 香菜 首先将虾洗进去头 去肠泥 蛤蜊洗进土砂备用 接着将干柠檬叶 用热水泡三分钟后撕开 炒菇 小番茄 对半切 我们拿出锅子 不放油 把虾头炒香 诶 别不来咯 只要拿出这一根 保证让你变狠虾哦 要让虾汤浓郁 就是要在炒虾头的时候 用擀面棍浆 虾头捣碎 让虾浆充分释放 这样就能轻松做好汤底哦 接着加入1000cc的水 煮滚后 小火炖10至15分钟 把虾味熬出来 过滤后备用 接着在虾头高汤中 加入香茅 南姜片 柠檬叶 炒菇 小番茄 泰式酸辣汤酱 椰糖 柠檬汁 鱼露调味 汤煮滚后 加入虾子 蛤蜊 等到海鲜煮熟 香辣浓郁的泰式酸辣虾汤 就完成咯 炒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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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菇